我回房间 我回房间看手机 看到杰哥我发了四个字 铁汉柔情 他听直播了 杰哥每天都听 我跟你说 杰哥在这种看热闹的时候 是你们缺席的 铁汉柔情 怎么想的 笑死 朋友们 好 快你们快趁热吃起来 哇 吃点香 来了爹爹 谢谢啊辛苦了 这什么 本期的成绩 哎 我们定的是三二八吗 对不对 嗯 恭喜大家习得新技能 解锁了音乐会 你们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了 248万双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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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值得高兴了 248万双耳朵 谢谢郝妹妹 谢谢沈琳 谢谢杨迪 没事还是吃一吃 庆祝 庆祝 200多很厉害 来吧 朋友们 辛苦了 大家 开心 一个人的小酒 再一次谢谢我们今天全程音乐 弹琴 又唱又弹 辛苦了 就像我们的真正想 治愈陪伴的小酒 超好喝的 我以为你们明天还在 早知道我就更珍惜 就跟你们的每一刻每一秒了 更真实 怎么更真实 就更多的体现柔情 把铁汉那边收起来 对不对 但是我今天真的觉得 你们真的很会说 而且说的很到位 我们就是心灵耳光 好 我就有时候在想 如果以后就是我的工作 就是每天这样播一个电台直播 好幸福 也挺幸福的 有人问节目组说 为什么你们要接手写的信 然后 节目组的回复特别的浪漫 说只有手写的信才会被泪水打湿 就是如果你还是特别敏感 特别容易被打洞 说明你其实还是有一部分没有那么油腻 嗯 嗯 真的吗 那我很容易感动 这很好 对啊 所以我们当中最油腻的是弟弟 他没了 不是弟弟是不爱流泪 但是弟弟的眼睛里面什么都有 流泪对我来说是我的困扰 我很多时候是 就不希望有那么多泪 我不会隐藏我的感动 但是我觉得泪 有的时候会让人误解这个情感的浓度 或者他会觉得你有表演的成分 我觉得我觉得 我不管看什么剧或者电视什么的 就是真的 真的感动的哭会打动我 我也是 我看那个射雕英雄传 啊 射雕英雄传有什么好哭的 那你演那个球签认 不是 哭那个枣胡是吗 不是 你说的是柯正鳄 哈哈 我是不是演这个演多了 江南鳄人 杨郭 杨郭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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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个吧 老三 往那边看看 是不是几个裤子头摆成挺自行 没超风 哈哈哈哈 没超风出来 哈哈哈 没超风出来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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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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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水的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刚才的表演 因为我们节目会有一种那种淡淡的那种像 对 像剧的滤镜 刚才这一段就是让后期很为难 哈哈哈 哈哈哈 因为没有人想要看柯正鳄被加滤镜 你知道吗 哈哈哈 老三 往那边看看 是不是几个裤子头摆成挺自行 哈哈哈 没超风 哈哈哈 没超风出来 明明在讲哭的事情 哈哈